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上一部影片有带大家看了 我怎么做香仁鸡丁培根菇类去炒凤梨的料理 这边看到这个要带大家来做的是凤梨蛋炒饭 示范一下好了怎么炒 因为很多人每次都会跟我说 曼妮老师我怎么炒饭 他就是都会粘锅 好了注意看咯 我用的是铁锅 倒油之后把它滑均匀 然后加热 我先放柳松菇 记得上一部影片当中我跟大家讲 我很喜欢用柳松菇来做料理 不论是炒或者是煮汤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各种不同的菇类 您都拿来做料理看看 这边先菇类跟葱炒香之后 我就倒蛋下来 我这个用了四颗蛋 鸡蛋是在获取蛋白质的时候 它可以很快吸收的一种食物 以相对便宜的蛋白质的补充 我蛋倒下来不会马上就去炒它 会稍微给它一点时间 这边我就加了白胡椒 黑胡椒 还有海盐 因为要跟凤梨做搭配 凤梨它比较甜 我们的土凤梨它吃起来比较甜 所以我在调味上就稍微咸一点 这样子才能够搭配 否则你的整道料理吃起来 就会是台南冷的全糖 空气中充满了甜跟面花糖的味道 料理就是这样 你要去取得平衡 这边我示范给大家看的是 我把我的冷冻隔夜饭 跟切好的蒜头拌在一起 先把它拌一拌 然后再把它放下来炒 我的蒜头也是放在冰箱冷冻的 其实冷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保存食材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跟尝试 不同的东西来试试看 蛋炒了 然后饭也倒下来了 凤梨最后再倒 所有的料理里面 只要有水果的像凤梨这个 我都最后再放下来就好 然后也不要炒太久 然后这边再放鱼来菇 鱼来菇记得我也跟大家说 鱼来菇都是在你所有的料理的时候最后再下 否则它可能会被你炒的糊糊的烂烂的 这样就好了 这一道蛋炒饭 刚刚有示范给大家看 蛋炒饭怎么做 其实不会粘锅也不会粘锅 用铁锅都很方便很OK的 不难吧 赶快到站所带一颗凤梨回家试试看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